成功人士99个领导细节 第十课 要有听真话的诚意和胸怀 自古以来 一意孤行 刚愎自用的领导人 必定要垮台 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都知道 关羽大义是荆州的故事 其实 关羽并不是疏忽大义 而丢了荆州 而是丢在他不能监听不同意见的弱点上 关羽守卫荆州时 东吴吕蒙做了大兜都 吕蒙早就有抢回被刘备骗去的荆州的打算 但他心知强攻应取只会使自己吃亏 于是想办法从关羽的弱点上开刀 正巧 关羽没有亲自守荆州 正在外面带兵攻打凡城 吕蒙一见机会难得 便表面上主动与关羽搞好关系 暗中用计蒙蔽关羽 他乍称有病 让东吴书生陆逊 代替自己都督的职位 陆逊刚上任 就以友好的言辞写了一封信 并备了厚礼 前使拜见关羽 关羽听说后 警惕性一下子放松下来 他还嘲笑孙权说 孙权见识短浅 竟用如此为僵 他丝毫没把陆逊放在眼里 认为陆逊奈何荆州不得 反而把荆州守兵抽出攻打凡城 关羽的副将司马王府 赵磊却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东吴必有阴谋 苦劝关羽不要轻易撤走荆州守兵 而关羽对东吴近日一系列的行动 与迹象没有认真分析研究 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狂妄地认为东吴胆怯 放心大胆地撤走了荆州守兵 但后来事实是 东吴军队渡江夺取了荆州城 直到此时 关羽对荆州已失守的消息仍不相信 当军中有人私下传言荆州失守时 他听后愤怒地制止道 此事敌方额言 已乱我军心 东吴吕蒙并威 如子路逊代都督之职 不足为虑 这是何等的目空一切 后来探马报之实情后 才相信荆州真的丢失了 关羽这才大惊失色 不得已投奔荆州属地公安 岂至公安也已被吕蒙夺取了 在这进退无路之际 关羽似乎有一丝觉醒 他对身边的司马王府深深叹道 回不听足下之言 今日国有此事 如果说 荆州是关羽大义才丢失的 还说得过去 那么 关羽败走麦城 则是不听建议所致 当困守麦城 内无粮草 外无援兵之际 关羽决定抛弃麦城 突围去西川 可是去西川如何取道 他又拒绝了王府的正确建议 去西川本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大路 一条是偏僻小路 关羽打算从小路去西川 王府听后 唯恐无谓在小路设下埋伏 连忙建议部队取到大路 这时 关羽又犯下了一意孤行的老毛病 他固执地不肯听王府的话 还自信地扬言 纵有埋伏 有何惧灾 坚定不移地要走小路 王府料定关羽此去凶多吉少 纵百般劝阻 人无济于事 结果呢 父子双双糟情深死 一代英雄豪杰 应不能监听不同的意见 而酿成重大的历史悲剧 一千张羊皮 不如一张狐狸夜窝皮珍贵 千百人俯首顺从 不如一人正言争辩 对事有益 作为一个领导者 应该具有从见如流的哑量 能够听取不同意见 并鼓励下属敢于讲不同意见 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领导者能经常听到不同的意见 与己余人都有好处 要有听真话的诚意和胸怀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 H.M.托利德提出 测验一个人的智力 是否属于上乘 只看脑子里 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 而无碍于其处事形式 两种正反的思想共存 说明你能够听进不同意见 或者说听到反对意见时 不是暴跳如雷 恼羞成怒 而是能把反对意见认真听完 并加以分析 说明你已经将问题的两个方面都考虑到了 如能够充分加以分析 会对决策起到积极的影响 袁绍就是因为不能容忍反对意见 而最终以十万之师 败给曹操的数万大军 袁绍兵多谋众良足 以守 曹操兵强将勇良少 一速战速决 袁绍起兵应战 田锋极力反对 被关入囚牢 袁绍果败 大伤元气 因大悔无不听田锋之言 兵败将王 惊回去 有何面目见之眼 冯继成姬竟谗言 袁绍恼羞成怒 决意杀田锋 田锋在狱中 玉立贺喜说 袁将军大败而回 君必见众矣 命一定又会被重用啊 田锋怅然说 袁将军外宽内计 不念忠诚 若胜而喜 有能设我 今战败则休 无不忘生意 果然使者奉命来杀田锋 最终田锋自吻而死 而曹操面对不同意见 采取的却是与袁绍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 曹操在出定河北后 又与众人商议 袭击乌环 曹洪等人极力反对 曹操听从郭家之言 费尽艰难破了乌环 回到一周 众赏先曾见者 成兴对众将说 孤前者成为远征 侥幸成功 虽得胜 天所有也 不可以违法 诸君之见 乃万安之计 事已相赏 厚物难言 以后不要怕提意见 田锋的反对意见是对的 袁绍却把他杀了 像这样的糊涂领导 谁还会再提反对意见呢 怎么会逃脱 惨遭失败 受人耻笑的结局呢 袁绍四世三宫 根基身后 曹操也身为叹息 河北一世 何其如此之多也 可惜袁氏不能用 若能用 则无安感 正眼去此地灾 曹操则相反 从善如流 不闭目色听 即使反对意见错了 仍然大家奖赏 鼓励大家多讲 因为反对者 总有反对的理由 其中必有可取之处 如果侥幸成功 就轻视取笑 甚至惩罚 提反对意见者 那这会让众人 变得唯唯懦懦而已 管理者拥有权力 地位 容易被阿谀奉承 阳奉阴为所蒙蔽 而听不到真话 现实生活中 为了赢得领导的 欢欣和偏爱 下属大多讨好 甚至糊弄管理者 说假话蒙骗上级的现象 屡见不鲜 因此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必须要有听真话的诚意 胸襟和行动 某领导带领下属一行识人 乘坐一艘小船 到某海岛游玩 回途中 领导提出暂步回航 到另一小岛上去玩 其中有一人提出 那岛周围暗交多 流急浪大 很危险 还是不去的好 领导听后很不满意 历生说道 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扫大家的心 风平浪静 有什么意思 同意去的站到左边 不同意的站到右边 很多人察言观色 溜须拍马 结果一个个都向左边走去 当右边只剩下一个人时 小船由于重心偏移 翻了过来 都站在一边 并不是好事 领导独断专行 讲真话者受到排挤 孤立 谁还愿意讲真话呢 领导要听到真话 就必须以开放的心灵 容纳别人的想法 有民主的作风 让群众想说 敢说 真正做到言者无罪 文者足见 另外 领导应该认识到 敢提意见的人 并非对自己有成见 多数敢提意见的人 是相对有事业心 有进取心 责任敢强 思想敏锐 关心工作的人 老子说 性言不美 美言不信 真话未必中听 中听的话未必真实 一些意见可能偏激 不全面 不正确 甚至个别人可能意气用事 发泄不满 领导要有气度 有哑量 辩证的看待 不能因与自己意见不合而抱有成见 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和宽广的胸怀与度量 听到一些过激的言语时 不要弃脑 要宽容 忍让 耐心的让对方把话说完 然后再心平气和 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 分清是非 这样才不至于堵塞言路 才能表明自己提倡 赞赏 鼓励 支持说真话的态度 当然 在听取不同意见 或反对意见时 也要分清真伪 搞清凿凿之言 肺腑之言 和毫无根据的谎言 要分清好坏 分清精欲良言 和别有用心的谗言 要分清虚实 分清不含水分的实在化 毫无意义的空话 和言过其实的大话 只要领导放下架子 多一点人情味 以诚相待 平易近人 和下属交朋友 就能以自己的真情 换来不下的真心